菩萨就是菩,具足叫菩提萨,菩提萨法 中国人呢,愿意省闻,愿意减料,所以就叫菩萨 这菩提是脚,就是脚悟众生 萨法呢,就是友情 这就是一个脚悟的友情 脚悟的友情,什么叫友情呢 这一切众生都叫友情 就是有脚悟的友情 也可以说是他已经脚悟了,再去脚悟友情 再去令其他的众生脚悟了 这也是菩萨 又可以有一个说法 这是众生里面一个友情而得到脚悟了 这也叫菩提萨法 那么又有一个名称呢 就大道心的众生 他的道心最大 你谁也对他怎么样的不好 他也不怨恨 所以这大道心,他道心非常大 绝对不胜烦恼,绝对没有脾气 这是大道心,道心最坚固,最大 这种的众生就叫菩提萨法 又叫开世 开啊,就是开开了,我们开门 这个开,开世 他开开什么了呢 开开他这种的菩萨心了 他这个菩提萨 菩提萨 开,那么打开 所以呢,这个叫菩萨 我 我 我